我們現在要先來看這個 我們的序講完了 就大概先了解一下裡面的內容 那現在要先來看這個木刺 翻過來看這個木刺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本書的結構 基本上就是佛法的一個演變 就是只是印度佛教而已 就從佛法 那通常佛法括號是指佛陀那個時代 我們現在要說的 那麼後來就有所謂的分化佛派 第二章就是佛派分化 從大家設結集之後 這個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一般來講就是佛陀時代的叫做根本佛教 那麼佛陀滅後的叫做原始佛教 那就是大家設結集的 基本上就叫做原始佛教 那麼之後 之後就進入所謂的佛派佛教 那我們現在留下來的經典 留下來的經典 那麼都是佛派佛教所留下來的 那佛派佛教有多少是傳承之原始佛教 那麼原始佛教又結集了多少的根本佛教 那就是我們不知道 不過就是越往後面當然佛法就越複雜 那我們稍微可以看一下那個內容 那這個他講佛法就只是講 還沒有佛法之前 就是第一個介紹講佛法的人 就是世尊介紹佛 那麼世尊就介紹他那個時代 就是世尊那個時代的印度文明 就是你要了解這個人的內說的東西 了解一定跟他的時代背景有關係 這個叫做背景知識 就好像你要研究偶依大師的思想 那你要知道偶依大師那個時代 你要研究孔子的思想 你要知道孔子那個時代 那通常都是這樣的 好 那再看第二章聖典結集跟不派文法 那麼主要就是有舍利塔 那佛陀之後有結集 佛滅後 佛滅後 那麼一個就是佛的舍利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佛的射身跟法身 那法身就是大家所結集的 那舍利基本上是在家人 那麼就是建塔供養 那出家人就是那麼就是要背誦 受辭這個世尊的這個法 然後另外開始就產生佛派的分發 然後有所謂的論書 就是專門研究的 然後之後那就大概講一下有哪些佛派 然後第三章就開始佛派之後 佛派還沒結束就有大聖了 初期大聖了 就是初期大聖 其實大聖佛法可以說佛派的一種 那麼但是他跟那些佛派 有比較多數的佛一樣 重在利他 所以初期大聖就興起 那麼有哪些初期大聖經 那通常大聖主要就是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一個就是升官 一個就是廣行 那麼這個叫做升至大行 又叫做升官廣行 大就是廣大 那個字就是他對無我的理解 那另外一個大聖跟佛派最大的不同 就在利他 那利他 那利他重在契機這一部分 有所謂的方便 然後慢慢慢慢就異形 大聖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再進入第四章 就開始講到大聖裡面 比較論詩的 這個就是更後面 尤其從榮述之後 那麼開始有所謂的論裡面 有所謂的中官大聖 那以榮述為主 另外就是主要就是榮述跟他的弟子提婆 就是三論為主的 那麼之後就進入所謂的後期大聖 那麼所以這裡大聖只分兩個 一個就是初期跟後期 那後期最重要的其實就是為世跟如來章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另外 再從大聖時代的升文學派 那其實大聖時代的升文學派 那其實大聖時代的升文學派主要 主要有兩部 就是可以說三部 一個就是有部 一個就是金部 那金部是從有部裡面出來的 就是說 這個他是重金的跟重論的 那麼有部跟金部是甚至部派裡面比較重要的 還有一個就是跟大聖比較像的大眾部 跟大聖比較大的大眾部 所以這裡最主要的就是有部跟金部 還有其他的就是有部 就是有部跟金部 這個是比較屬於部派的 還有比較接近大聖的 也有說大聖是從那個部派出來的就是大中部 這是我們稍微知道 就是這樣有一個簡單的了解 那之後再回頭過來講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於且跟如來章都跟部派有關係 那在講於且大聖 那這裡於且行者 那論書還有於且行者對一般大聖法的見解 還有於且行派的學藥 那麼重點在講些什麼 另外就講如來章 那這個是導師說的 信空為名 虛妄為四 真場為新 所以他分別在第四章 第七章跟第八章 這個也有所謂的大聖三系 那如來章真場為新 那所謂的真場為新 他導師你看他把它分成三個 一個就是波爾 波爾基本上是中關的 但是波爾學者有佛性說 那麼龍為四而成的真場為新論 就是為四後來跟真場為新融合 所以變成雖然是為四 但是他有真場為新論 那波爾學者也有類似 像真場為新說的所謂佛性論 好 那麼還有正統的所謂的真場為新論 就是為四後來講 就是為四後來講 這三個 很簡單 就是說非常簡單易明 就是說 他的重點在哪裡 那這裡導師都沒有列很多 大概都是 你看都是列三節而已 通常都是列三節 那再看到 後來再看到余且中關對抗以河流 那他比較沒有講到中關跟為四的對抗 那當然後面有講 就是在裡面有提 但是他沒有列專章來說 那這裡就講到三個 就是余且就是為四 那麼這裡余且就是為四 就是為四中關的對抗河流 就是在這一張說 在這一張說 因為為四學派跟中關學派 基本上在當時是兩個很重要的學派 那如來戰沒有學派 如來戰只有學說沒有學派 那就是說他放在後面這一張專門說 他並沒有放在就是前面講中關的時候 或是講為四的時候裡面說 就是他放在後面 中關跟為四對抗 放在後面才說 那之後才是最後一張 就是佛法七世紀之後大概 那麼開始跟印度教流行 那麼這裡其實秘密大聖他也用不多 用了所謂的三節一樣 那密教本身就是如來藏的 密教本身就是如來藏的 那這裡如來藏的其實是跟印度教有結合 就是像如果藏傳佛教的話 第一個他有西藏本身的本教 那麼有印度的密教 那麼有佛教 那麼還有印度教 那麼其實就是參了很多東西 在裡面 好 那這個是密教 好 那這是我們稍微看了這個之後 我們來看正文 第一張佛法 那只要是書裡面寫佛法 然後有括號的 他就是一個名詞 就不是我們一般講的佛法 就是他這裡的佛法是限制在佛陀時候 佛陀時候 佛陀時候 那麼所宣揚的法 就是在佛陀時代的宣揚法 就用一個佛法 那標誌於說佛法 大聖佛法 秘密大聖佛法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佛法有一個引號的 那麼跟沒有引號的就不一樣 有引號的其實就是 他說的其實是指 那麼比較我們說純正的佛法 那就是釋迦佛時代說的 好 那先來看 這個佛法裡面 他就是第一張裡面 我們說過他分三節嘛 一個就是釋迦佛之前的文化背景 那因為思想一定跟他的地區 還有他的時代 還有他哪裡的人一定有關係 一定有關係 那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佛法先起 與印度的時代文明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那樣的時代就會有那樣的文化 那樣的文化 孕育那樣的思想 就產生了佛法 其實是這樣 同樣這個時代 中國大概就在先前 因為孔子跟佛陀的時代差不多 差不多 那那個時代也同樣 印度那個時代 九十六種外道 那中國有 朱子百家 其實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因為後來發展的不太一樣 那麼印度有的思想 在中國其實當時都有 比如說唯物論 唯物論中國也有 好像是王聰的樣子 我忘記了 就朱子百家裡面 其實有一派是唯物論的 陰陽家啦 道家啦 法家啦 那麼非常多 那只是 後來發展不太一樣 是因為 因為那個是春秋時代 我們叫做先秦 就秦朝以前 那 春秋戰國時代 那個時候就是朱子百家 我們叫先秦文化 那秦朝很短 秦朝三十幾年而已 那秦始皇又焚書坑奴 那麼 所以 限制百家 就是說 那到了漢武帝時候 就獨尊奴術 反過來啦 那麼 獨尊奴術 大處百家 所以 後來這些思想都不見了 就是不流行 那 只有兩個思想流行下來 一個就是道家 一個就是奴家 其他都沒有流行下來 沒有 那印度不一樣 那印度是 印度當時有解脫的思想 中國還沒有 中國有所謂的 呈現 尤其在秦始皇時代 秦始皇時代 秦始皇時代 修仙的那個 求長生不老 求仙的那個風氣非常盛 那麼即使到了漢朝 漢武帝 漢朝有很多皇帝都是 有些就是服丹藥使的 包括漢武帝 就是年紀大了 然後 那中國道 中國道家裡面 有另外一派就是煉丹的 那煉丹 變成有些變成煉藥的 變成煉藥 你像秦始皇要去求長生不老藥 那漢朝有很多皇帝 都服那個道家煉的丹藥 那麼有很多求仙的 有很多求仙的 那 這個 中國煉丹有兩個 一個就是煉那個 煉那個 拱 那種籤啊 拱啊那種丹 一種就是煉身體 這個 這個腹部這邊 類似像這樣的 那印度不太一樣 印度是求解脫 那個時候就有一些 沙門集團求解脫 那 他們 煉的不一樣 一個是修苦行 一個是修禪定 其實就後來就有一點點 這個思想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走的路線就不太一樣了 那印度一直重戒 就是苦行 跟重定 那中國其實也有修定的 道家有一派 他像類似像大作天小作天這個 他其實也有修定的 不過他們就變成是修仙道 比像八仙那一種 就修仙道 然後他也有一些成就 但是他認為 這個就產生不老了 有一點 其實道家的仙道 或是有一些像 爆鋪子那一種的 那其實修仙的 那麼有一些 類似像印度的這種 修禪定 或是扶持屁股這種的 那麼他身心產生一些變化 有一些類似像神通這種 我們叫做煩老還童 其實也有 但這一派後來就納入所謂的道家裡面 就變成修仙道 修仙跟修道的 其實道原來是指老子的這個道 他並不是求長生不老的 其實是沒有 那後來就稍微可能有一點結合 那中國一直就是 在中國的朝代歷歹的朝代裡面 都是奴家為正統的 那漢朝滅了之後 大家反抗這個奴家 才開始以老莊 老莊的思想為主 那後來就變成 道家後來變成道教 就是北魏太武帝 南北朝北魏太武帝 就姓道教 道教就變成俘虜派的 那就是變成不一樣 道教跟道家又不一樣 那中國就是一直都是 奴家道教奴家道教 還不是道家 就是奴家道教奴家道教 然後印度基本上就是 主要就是廢頭思想 然後後來佛教 那佛教後來又變成印度教 主為主 其實是這樣 他就是印度教應該是 應該是 如果印度來講 應該就是早期是廢頭思想 那廢頭思想後來佛教興起的時候 然後新生了一陣子 就是佛教佔很大的勢力 那麼後來慢慢佛教 開始跟所謂的廢頭思想 有一些就是奧義書 奧義書是廢頭思想改革的 後來又改革融合 變成印度教其實是這樣 然後又有印度教其實裡面 也有一些原住民的 就是這些思想 那又開始有所謂的印度密教 那佛教又吸收了這一些 就變成佛教在印度 基本上是漸漸漸漸漸沒有了 但是他也吸收了一些印度的密教 又變成佛教的密教 那基本上是這樣錯綜複雜的東西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叫做釋迦牟尼佛 那都簡稱叫釋尊 那通常我們不這麼寫釋尊 通常我們都寫這個釋尊 那這個是佛弟子 對這個佛的稱呼 有時候寫釋尊 那導師通常就是寫這個釋尊 那其實都可以啦 那麼釋是指釋迦嘛 釋迦是他的種族 不是他的信喔 後來我們姓釋 比如說 釋浦城 釋如正 釋什麼 釋什麼 那麼 這指釋迦 簡稱 那釋迦是種族 釋迦是種族 不是信釋 信釋是渠壇 如果你要跟佛陀同性 那個就叫渠壇 渠壇 所以他叫做渠壇西達多 這我們上次應該有講過 他叫做渠壇西達多 他姓渠壇 渠壇是我們翻譯 有時候翻做喬達摩 渠壇西達多 他是釋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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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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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摩尼 摩尼是賢人的意思 釋迦族的賢人就叫做釋迦摩尼 所以釋迦不是他的信 那後來我們說跟釋迦佛同信 不是 如果要同信的話要信什麼 要信渠壇 但是因為他叫釋迦摩尼 所以變成 但是我們都習慣說 這四大河流入海水都同一個賢位 那麼所有的出家眾都在釋迦佛的底下都同一信 那其實這個釋迦佛不是信釋迦 他是信渠壇 他是種族是釋迦族 釋迦摩尼 那我們看他說 誕生於印度 那麼那個時候不能講印度 因為那個時候不叫印度 印度是我們後來講的 那麼就好像我們現在講中國 在孔子那個時代 他就是魯國齊國 什麼國 那現在就是說 他的國家母國是加皮羅衛國 他是 他誕生的地方是蘭比尼這個地方 現在是尼泊爾 他現在也不屬印度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不屬印度 屬尼泊爾 尼泊爾原來跟印度也是同一國的 後來印度有分了很多 後來分巴基斯坦 就是印度地圖我稍微畫一下 我畫圖不太會畫 但是大概大概 就是巴基斯坦 原來也跟印度是同一國的 然後孟加拉 尼泊爾 這一些 後來就分了 好 那麼他說 誕生於印度 誕生於印度 是現在我們說的 那以前他也不叫印度 那加皮羅衛國 那加皮羅衛國 比較靠近捨衛國 那你往捨成遠一點 往捨成遠一點 然後宣揚佛法 那這個當然就是簡單講了 那一開始他也是讀廢頭文化的 一般都是這樣 因為他是差立 差地立 貴族的 那通常都會讀這個廢頭文化 四廢頭 或是他有十八論 十八廢頭 為人類開顯了真理與自由的光明 就是你認識真理 就可以獲得自由 那這個自由其實就是 出生死的解脫 就是你可以出 出離生死束縛的解脫 叫自由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像我們現在被關起來怎麼樣 我們是被這個煩惱所束縛 那在生死牢獄裡面 那通常他是這樣的 生死牢獄 這個是佛法裡面說的 生死如牢獄 那麼你透過認識真理 你透過認識真理 就可以出生死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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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叫做自由 就是你不再受生死的束縛了 就是你不再受生死的束縛了 那我們叫做解脫了 那我們叫做解脫了 那像超度超度 現在期夜很多超度 超度 超度其實就是超越 超越生死 超越生死 一般來講就是 渡脫生死苦海 一般來講就是 可以說超越煩惱 渡脫生死苦海 大家都超度 就是你超越煩惱 那你怎麼樣超越煩惱 你原先所執著的 讓你不得不得不生死的 這個你不再做了 你了解了 那麼你就可以超越 就是原來讓你痛苦的 讓你煩惱的 讓你止取的 那麼不見了 那你為什麼可以不見 你明白了 就好像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悲公蛇影 我們有一個稱呼叫悲公蛇影 然後一直以為他吞下蛇 所以他一直是生病的 後來他發現 那個只是他的幻影而已 他後來明白了 從此病就好了 那有一點像這樣 就是我們一直在虛幻的 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那麼造作種種 會讓你生死的夜 就好像他一直以為 吞下了一條蛇 所以他一直感覺 他肚子裡面有蛇 所以心裡面 一直是這樣認為 然後就導致他的身心 產生變化 那這些變化 就讓他更相信 那隻蛇在作怪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所以因為這樣 導師才會說 為人類開顯了真理與自由的光明 那就是他有那個智慧 拿來告訴大家 那麼生死的真相是什麼 那麼解脫 解脫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我常常講 佛法就兩件事 一個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真理 第二個就是告訴你 你怎麼樣去贈得這個真理 那如果從人的這個 這個是從真理這一部分 如果從友情這一部分來說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我們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 如果從真理這一面 就是比如說你成佛 是這個友情成就了認識了真理 成就了得到了智慧 成為覺者 覺悟真理的人 從佛是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如果從人這個角度來看 他為什麼要覺悟 沒有覺悟他就一直受苦 所以從人這個角度看 佛法就兩件事 為什麼會受苦 怎麼樣可以不受苦 如果從真理這個部分看 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他就覺悟就是讓你 你不明白讓你明白嘛 你錯誤的把你糾正過來嘛 通常就這樣啊 那麼從真理這一部分來看 就是什麼 什麼是真理 如何證得真理 佛法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比如說我們看 佛 佛是佛陀的簡稱 那我們通常都叫做佛 因為中國人好簡 很多東西都簡稱 然後佛陀是覺悟真理的人 所以他們是看 佛陀是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佛陀是覺悟真理的人 六道裡面 他是人 那麼佛法從真理來講 他告訴你什麼是真理 它告訴你什麼是真理 世界上當時六四外道 有種種的真理啊 有元素論的 認為世界是有什麼組合的 地 水 火 風 那麼苦 熱 命 有元素論的 有唯物論的 有唯心論的 就種種種種的 種種的真理 大家都認為他講的是真理 但是到底什麼是真理 這個就說的不太一樣 就有一點像說 那世界到底怎麼來的 有各種說法 生命到底怎麼來的 也有各種說法 那麼真理是什麼 到底什麼才是對的 那第二個 如何證得真理 就是方法 比如說假設 原始是真理 那我怎麼樣能夠見原始 無我是真理 那我怎麼樣證得無我 題義是這樣 另外從人的角度上說 人最重要 要解脫是因為有苦 我們為什麼會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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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是一件 受苦是一件很直接很現實的事情 大家都經驗到的 那麼老病死 怨真會愛別離 求不得 都有的 沒有沒有沒有 那種沒有的 而且你看就看得到的 那麼 最重要就是 我們如何不受苦 如何不受苦 其實佛法就講這個而已 佛法就講這個 佛法就講這個 那再往底下看 他說 世尊的出現人間 有他的實節因緣 所以在問 佛陀為什麼出現在印度 為什麼沒有出現在西方 沒有出現在埃及 沒有出現在中國 為什麼出現在印度 就是 他出現在印度 有他的實節因緣 他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印度當時的文化環境 有發生佛教的可能與需要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先說到 說到印度文明 他說開拓者是西方以來的亞利安人 那亞利安人有一點像 像德國猶太 德國的這一些他們的民族 也有一點像 跟亞利安人有一點 有一點像的 他說 當然這個 這個印度的歷史 很混沌不明 那這個是導師可能就是 綜合一些當時的資料提出的說法 那麼這個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種說法 不過我們就稍微理解 他說開拓者是西方以來的亞利安人 那佛陀是不是亞利安人 那麼一般來說是不是的 他並不屬於亞利安人 那麼古印度文明史的開展 通常分為三起 好 那麼很簡單 一個就是五河流域之起 這個是印度河 五河就是印度河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印度是三個三角形 我地圖不太會畫 不過他就是三個三角形 這裡是一個三角形 通常這裡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裡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裡再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裡再一個三角形 通常是這樣 然後比如說他這裡 這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三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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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三角形組合合成的 大概啦 因為我畫圖很不太會畫 寫字也不太好看 但是大概這樣 那麼印度河大概就是在這裡 這個是橫河 那這裡是所謂的所謂城這裡 那佛陀基本上都在橫河這附近而已 他不超過這個地方 基本上沒有超過這個地方 佛陀的活動範圍啦 那這個是捨位城 這屁舌梨大概就在附近 捨位城附近 加皮羅衛國在這裡 加皮羅衛國如果在這裡 捨位城在這裡 那居士納可能在這裡 然後王捨城在這裡 那屁舌梨 加皮羅衛國在這裡 然後屁舌梨在這裡 大概啦 大概大概 那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有印度地圖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在附近 那印度河是在這裡 印度河是在這裡 這裡就是阿富汗過去了 那最早的印度文明是在印度河 那這裡又叫做五河流域 五河流域時期 其實是印度河文明 後來移到所謂的橫河 這裡是橫河 那之後才是南方 這裡是南方 這叫德干高原 那大聖有像龍樹 基本上應該是在這一區的 那通常是這樣 就是那佛法 基本上當時是在這裡而已 好 所以他這裡說 分過三期 那就是三個三角形 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其實這是五河流域時期 那時間大概比如說 如果是印度河文明 大概在西元前 西元前兩千多年 兩千三百年到一千七百年左右 那麼這個是印度河文明時期 那橫河基本上文化不一樣 那麼橫河是廢陀文化 那廢陀文化就是亞利安人 亞利安人 主要亞利安人為主 那麼土著是達羅為圖人 土著是達羅為圖人 那基本上在西元前六百年 就佛陀那個時候是西元前五百年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 他有分三期 他說橫河時期 他說 導師這裡寫的是 從西元前十四季開始 就是說 他這個不是說橫河時期 是從十幾次開始 也有可能 但是他說 西元前十四季 就是印度文明的燦爛時期 那麼主要是包含著這個 廢陀文化 叫西元前 西元到西元前六百年這個地方 就是可能西元前十四季 這裡說的就是橫河時期 是印度文化燦爛的時期 那就是從西元前十四季到佛陀那個時代 佛陀那個時代是西元前五百年 大概 那 因為佛陀那個時代 廢陀文化已經開始在衰落了 因為有很多沙門集團 反對 集體出來反對廢陀文化 有很多沙門集團 起來 起來反對廢陀文化 就是他不認為廢陀說的是對的 那廢陀當然也有改革 就是奧義書 那麼佛陀時代也出現 那麼也影響了很多的這個人 好 所以他這裡 第一個我們就說 他三個時期 一個是印度河 印度河這裡是寫五河 他也就是印度河 那麼一個就是橫河 一個就是南方 德鋼高原這邊 好 那 從西元前十四季開始 是印度文明最燦爛的時期 那這裡又分 就是從 遺址恒河時期這邊最燦爛的 他又分三個 第一個亞利安人 向南移植 以居羅地方為中心 那麼居羅其實就在印度河這邊 他就是居羅 印度河那邊有一個居羅地方 就是再下來 印度河再下來到橫河這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居羅 就是印度河跟橫河中間那個地方 那這邊是居羅 好 所以他說 他說這個以居羅為中心 到達橫區一帶 這是婆羅門教所說的中國 那麼就生在中國 就當時佛教也有 那婆羅門教也有這樣 就中間的地方 比較複庶的地方 防法的地方叫中國 那麼以前我們不叫中國 叫中原 在中國他叫中原 逐陸中原 就在大概現在河南這個地方 叫中原 後來就變成中國 好 那麼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 比較中心地帶 好 那他說 這個叫點方面 先集出古代傳來的戰歌 那這裡就講到所謂的四廢陀 那四廢陀 那四廢陀是 最早的其實只有三廢陀 最早的其實也有三廢陀 所以叫做三明 三明婆羅門 那這個廢陀 那這個廢陀都是明的意思 智慧的 好 他說 先集出古代傳來的 戰歌 為黎俊廢陀 黎俊廢陀 黎俊廢陀 是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 然後 然後 然後有沙摩廢陀 夜樓廢陀 那沙摩廢陀跟夜樓廢陀 其實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規定那個儀式 一個就是規定那個 戰獸 然後 就有一點像我們唱戰 那個曲 那怎麼唱怎麼唱 那有些內容 那個 因為他們很重祭祀 那規定那個祭祀 要怎麼拜 要擺些什麼東西 然後到哪裡要拜三拜 到哪裡要起來 到哪裡要怎麼樣 就規定這個 祭祀 祭祀跟戰歌 就是唱戰的 那黎俊廢陀的戰歌 只是 就是聲音上 他怎麼樣來讚頌這個神 那麼主要一開始 是三廢陀 一開始是三廢陀 那從三廢陀之後 那麼他這裡開始有解釋 廢陀是用於祭祀的戰歌 對祭祀儀式的規定 祭祀息戰詞的意義 做更詳盡技術的 後來開始有 有這一些叫做飯書 那飯書跟奧義書是大概 都是在橫河流域 就是橫河文化這個流域時期 這個地方行起來的 那佛陀時代已經 就是佛陀成佛的時候 就成佛之前已經有奧義書了 佛陀 但是佛陀年輕的時候 就是小時候學習還沒有奧義書 應該那個時候沒有 那個時候只是廢陀 那但是他成佛的時候 奧義書已經開始流行了 應該是這樣了 但是印度文化有時候 因為他沒有記載那麼清楚 他說那個時候的教義 確立了佛羅門教的三綱 就是三大綱領 那其實這個三大綱領 也一直影響我們佛教 雖然我們是佛教 不是佛羅門教 但是其實現在的佛教 有很多佛羅門教的思想在裡面 那比如說他三大綱領是 廢陀天啟 佛羅門至上跟祭世萬人 那他老師有解釋 我們先看一下 他說廢陀天啟 古代傳下來的宗教戰歌 看作神的啟示 作為神教最有力的權政 好 那這個廢陀天啟 就是他不是人寫的 他是神說的 他有無上的權威 你不可以反駁 不可以反對 不可以不相信 不管他講得多沒道理 好 那我們佛教有沒有這種 有沒有這種思想呢 有 就是有一些堅 根本看起來就不合乎道理 比如說我們念了這個奏 就可以滅多少罪 那你做了這個儀式 你就可以得多少福報 這個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 因為他是佛經裡面記載的 我們一定會這麼想 他一定有道理 佛不會騙我們 那只是我們的智慧沒到那裡而已 所以就算再沒道理 那個不是沒道理 只是我智慧沒有到那裡 所以你還是要相信 那麼 這種其實是廢陀天啟的概念 就是說 他有無上的權威 他是神的啟示 那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就 不是沒有智慧 是你沒有智慧 你看不懂 讀不懂 超出你的境界 我們通常就叫做不可思議 那很多的經都是 很多偽造的經都是藉由這個方式 然後來告訴你 比如說 我常常會舉這個例子 清朝的時候流行的瘦身經 他告訴你說 他告訴你說 這個你來投胎 是跟耶隆王借錢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燒錢 往生之前或往生之後 你一定要趕快還 你沒有還的時候 你投胎就會投到不好的地方去 所以人死了之後 一般都在人死之後馬上還錢 叫做燒庫錢 就燒庫錢 一定要還錢 不然你投胎就慘了 還有一個血盆經 清朝很流行 你看《紅龍夢》裡面都有記載 那麼就是女眾 女眾因為有月經 她的血或生小孩 她會污染大地 所以所有的女人生孩子 或要死之後 一定要跟她拜血盆燦 念血盆經 不然她一定會墮血盆地獄 那你看這些道理根本就不合乎佛法 但是很多人相信 所以有錢人家 有錢人家 只要她生的小孩 都要請出家人跟她拜血盆燦 念血盆經 要不然 因為生小孩流很多血啊 所以她這個罪就很重 那你這樣合乎佛法嗎 不合乎佛法 但是有沒有人信 信啊 為什麼 血盆經說的啊 如是我文 佛說的啊 這樣有道理嗎 有沒有道理 不管 但是佛說的就是對的 那是佛說的嗎 不知道 她寫如是我文 一時佛在 那就是佛說的 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驗證 她是不是佛說 但是萬一是佛說 我說她不是 那我就下地獄啦 我就有罪啦 就這樣 這個就是廢頭天啟的概念 神的啟示 無上的權威 有沒有道理 不管 先看大陣仗 大藏經裡面有沒有 大藏經的都是佛說的 我要告訴你 這種觀念 是錯誤的 佛法不是這樣啊 你知道嗎 佛法是要有道理 他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佛說的 所以就不需要道理 佛本身就是道理 就是國王說 我就是王法 那個土壩說 那個娛樂鄉民的土壩說 世間沒有王法了嗎 有 但我就是王法 就類似像這樣 廢頭天啟的概念 那有沒有這種 有很多啊 現在很多啊 就佛經說的不可懷疑 能不能懷疑先放一邊 你有沒有知道她在講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她有無上的權威 她本身就是力量的代表 所以你把她送過一遍 這佛經你把她量過一遍 因為這是佛的啟示 佛的真理 她本身有力量 所以你只要把她送過一遍 甚至把她拿來拜 你都有功德 你送一遍就有一遍的功德 送十遍就有十遍的功德 神的啟示 佛法不是這樣子的啦 所以你說 我們講到這個 婆羅門的三大綱領 在佛教裡面也有 第一個廢頭天啟 佛經 佛經 並不是你從頭到尾 一字不悟的把它唸過一遍 那麼它就有無上的作用力 叫做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它就有那一些可以消災免難的功德 不是 那廢頭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這種 戰歌 那麼贊送這個神 對神 戰歌基本上就是對神的讚嘆 對神說的話 來附送 那麼對神的祈求 通常是這樣 然後 所以 婆羅門至上是神的啟示 那麼神有這樣說 把人分成四種階級 這當然是婆羅門自己編的 那麼這個導師在阿安經裡面 不是導師 是佛陀在 佛陀在說法的時候就說到這個 那麼這個是你自己編的 實際上沒有這樣的 人是平等的 那麼你把你自己 就血統 就有點像貴族階級 這祭司是婆羅門 武士的差地利 自由工商就是一般平民 都費省 那麼這個都是亞利安人 那麼享有宗教的再生權 他可以解脫啦 那麼非亞利安的原住民 就原住民 那麼有所謂叫做滅力居 成為被奴役的守陀羅 那麼這個就是基本的四種階級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有所謂的總性制度 一直到現在啦 一直到現在 大概兩千五百年了 西岩前五百年嘛 那他十世紀就有了 就是西岩前一千年大概就有這種思想 廢頭是前十世紀嘛 所以前一千年 那現在西岩兩千年了 已經過了三千年了 印度的總性制度 還有大都市有一點比較弱 但通常總性制度還是很深刻 還是很深刻 他們一樣在橫河裡面祈禱滅罪 你看佛陀時代講的那些 那麼印度到現在還是一樣這樣 沒有改變過 那麼總性制度在大都市 有一點點比較沒那麼明顯 但是一般人根深底固還是這種觀念 有點像中國人 根深底固人死為鬼的觀念 到現在還有西岩的這個鬼 鬼就是要拜 要學生 要敲刀 就變成這樣 這個也是根深底固的觀念 好 那把人分成這個四種階級 想有 他說 這個非亞利安的 就是 守陀螺 守陀螺中的守陀螺 就是 他叫做賤明 就是低賤的 比較卑賤的人 那麼 守陀螺中的守陀螺 比如打獵的 殺生 殺牛的 除分的 這個叫賤陀螺 這個叫賤陀螺 那賤陀螺 甚至被守陀螺 守厭惡 那他們 有時候叫做不可處 不可以接觸 那出門要掛個鈴鐺在身上的 為什麼 讓人家知道 讓人家知道 這個 這個是不可以接觸的 要不然 你要是不小心碰到人家 然後被人家打死 打死你是沒有罪的 你看那個多可憐 所以 這個 他說 非亞利安的原住民 變成守陀螺 死的完事名為一生主 那通常就是他 他持有 他甚至 如果從這裡來講 就是 他 也沒有解脫的權利 沒有說可以解脫 或是 也 也沒有所謂的淪迴 那麼他死了就死了 嚴格的階級 出於神的意思 就是 那為什麼這樣呢 神規定的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不管神規定的就有道理 所以你就要遵守 你看 就是這種觀念 所以佛經裡面有些 這樣講有道理嗎 像現在 我看還有在流行一本經 叫做 天地巴揚神奏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有些人還在講 他是講什麼呢 講這個方位的 青龍白虎 青龍白虎是中國的 哪有這種觀念 他就把他寫進去 那很多人也信啊 之前還有一個法師說 這本是佛法 這本講得很有道理 就是方位要種這個方位 那根本不是佛教 印度根本沒有青龍白虎的觀念 那還寫人 人這個概念 那就是 印度的人也不是這麼寫的 所以 但是很多人相信 這個佛講的 天地巴揚神做經 佛講的 那麼我們要相信 所以 哪一種方位 那種 像試驗很多都是 走青龍又白虎 然後 那個男眾要住哪一邊 女眾要住哪一邊 就是龍邊虎邊 然後那個廚房要放龍邊 那哪裡要放虎邊 哎呀都很信這個啊 那麼也是受了這個的影響 那這個是佛法的嗎 不是 那很多人相信他是佛教的 那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這裡其實 類似像 類似像 這一種 這一種 這個 我們說 這個 這個廢頭天啟 那婆羅門至上 婆羅門至上 就是婆羅門是最高級的 所以 即使是一樣誦經 我們再幾分鐘把它講完 即使是一樣誦經 婆羅門來誦 功德就比較大 所以很多人會請出家人誦經 婆羅門是祭司嘛 宗教祭司 那麼你自己誦沒有功德 可是 我是出家誦 那麼你請我來誦 一樣 比如說一樣誦地藏經 你自己誦沒有辦法超多 我送就可以 那麼 那麼如果更多人來誦 那超速就更快 本來坐高鐵的現在坐飛機 就更快 那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這個是婆羅門至上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 誦經都要請出家人誦 通常我們講過嘛 就這樣 出家人誦 比在家人誦 功德大 一般的說法 男眾誦 比女眾誦 有功德 那麼出家久的 比剛出家的有功德 就變成這樣 那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可是 這個是普遍人的想法 普遍人的想法 這個是婆羅門至上的概念 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下課 我 datas起 不用下課 美人 抓人 壓深 谢谢观看